第十四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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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会谈到666 我们身为基督徒 可能我们一直都有听到 这个末日的收音 666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它是怎么样而来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的背景 好 我们今天要谈到的 就是末后的两个兽 其中一个兽是地基督 刚才我们有看到的 另外一个兽就是假先知 我们看到一只像羊羔 但是讲话像龙一样 对不对 羊羔就是很问顺的 怎么会讲话像龙呢 到底是预表什么呢 是预表假先知 我们就一起来看 OK 好 那么大家还记得上周五呢 我们在第十二章的内容当中 我们谈到 天上又出现了一个异象来 有什么呢 有一只大红龙 对不对 那这个大红龙有七头十脚 然后呢 这一只大红龙呢 就是撒旦 我们都知道 因为撒旦的不顺服 他就不顺服了 那么上帝呢 就要把他呢 甩在地上 但是呢 还没有甩在地上之前 他很不甘愿了 因为他不认输嘛 所以呢 上帝就拆拍了米加的天使来跟他打仗 天上就有争战了 结果呢 他打树了 他就从天庭当中呢 被甩在地上 大家还记得吗 我有说过 撒旦魔鬼呢 就甩在地上了 所以圣经有说嘛 撒旦魔鬼是世界的王嘛 对不对 他是世界的王 所以呢 他就气纷纷的 圣经有形容 他气纷纷的 他不甘愿的样子 气纷纷的 就被甩在地上了 过后呢 他就在地上了 就想尽办法破坏神的计划 因为他打不赢神了 他很不爽 很不甘愿 而且呢 他一直以来都希望 他能够像神 他都要 能去敬拜他 所以呢 他就 被甩在地上了 他就想尽办法 所以你看 以赴所书有说 形容撒旦魔鬼的时候 他说 他就是说 我们 都不是 跟属腹肉体的争战 有没有 他是说呢 我们是 跟 空中 那掌权者的争战 空中 所以呢 撒旦魔鬼呢 就活在 这个 属灵的领域里面 他看到我们 我们 看不到他 所以他就活在 空中的 这个地上 所以呢 既然他打不赢神 他就用什么呢 他就用诡计 要迷惑我们 迷惑基督徒啊 迷惑神的恩典 当 基督徒 或者是神的恩典 被迷惑了 然后跟随着他 他就很开心了 他就告诉神 你看 这些人都要 跪拜我 但是他是用手段的 所以自从 撒旦魔鬼的 被甩在地上之后 他就开始用什么 他用诡计 画一些scheme 他的scheme 就是用 deception 他就是要 欺骗我们 他要假冒 他打扮成为 他就是假冒 然后包装自己 好像很好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以前我们 我们还没有 敬拜神 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以前我们 拜拜 也是一样啊 我们以为 这些都是神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以为说 这个是神 他们会听我们 我们向他求求 求平安 他也会保护我们 等等 我们不晓得 原来我们知道 这些背后 都是撒旦魔鬼的 在欺骗我们 所以到13章之后 这里就开始讲到 撒旦魔鬼 他如何应行 尤其是在 末勒这段时间 他怎么样做 所以我们看到呢 12章17节说 龙向妇人发怒了 就与其他的儿女的 争战 这儿女 这是守神诀命的 所以你看 龙就是撒旦 妇女就是指 他的教会 神的教会 或者以色列 我们从信业的角度 我们来看 就是撒旦魔鬼 就一直的跟教会 打属灵的争战 所以我们身为神的恩领 为什么我们要 站立起来 就好像刚才这样 我们要宣告 然后呢 他就是呢 以我们征战 以谁啊 这些守神诫命的 然后呢 以我们这些 为主耶稣 做见证的 来征战 然后这里说呢 那时 注意这句话 那时龙就站在 海边的沙上 他没有站在海 他只站在海边 那这里呢 很多人就在猜测 很多学者 当然我们知道 大红龙 这个龙就是指魔鬼 对不对 然后海边的沙 基本上呢 不只是两种说法 我这里讲两种说法 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只是挑选 两个 比较 看起来比较 合理一点的 第一 就是有些学者说呢 这个是预表 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亚伯拉罕 曾经 上帝曾经告诉他说 你的子孙要像 海边的沙那么多 天上的星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如此呢 学者说呢 龙就好像呢 站在海边 一备好 要践踏 在亚伯拉罕 后裔 就是 他要站在那边 一备好 要来践踏神的儿女 这是站在海边的意思 OK 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合理 你比较接受 这个是第一种说法 就是呢 龙站在海边的沙上 就是呢 要践踏神的儿女 践踏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就是我们的 第二的说法呢 就是 龙在海边的沙 站坐呢 好像是在等待 什么事情发生 对不对 好像在等待 另外一个兽 起来 因为刚才我们读13章的时候说 海边就有个兽 起来 所以呢 这里就是讲到说 龙就在等待这个 第一季度起来 在等待 假先知此起来 那 而且呢 我们先看 这个两个兽 是一表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 那么我们先读 第一节到 三节 然后我们再讲 然后 你就告诉我 你看 你认为是第一个呢 还是第二个说法 好 我们读第一节先 第一节是说 我又看见一个兽 从海中上来 有舌头 七脚 在舌脚上 带坐十个冠冕 七头上 有亵渎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兽的形状 像豹 然后脚像熊的脚 口 像狮子的口 那龙 将自己的能力 就是撒旦魔鬼的 把自己的能力 作为 全并都给了他 我看见兽的气头中 有一个师父受了死伤 那死伤 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 都吸取 跟着那兽 好 弟兄姐妹 你看刚才我们讲 那个兽 站在海撒上 然后呢 又有另外一个兽 从海上来 就是说呢 撒旦魔鬼站在海撒上 然后在海那边 又有另外一个兽 所以这个海呢 有几种的说法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种的说法 第二种说法呢 就是从字面的解析 如果我们 就是要针对那个字海的话呢 如果呢 按照以色列的地理环境呢 以色列的西边 就是地中海 换句话说呢 这个兽 是跟以色列有关 是跟以色列的地理有关系 因为以色列的地理是地中海 而我们也知道 地中海上面 是这个欧盟 欧盟有很多的国家 对吧 有很多的国家 所以有些人说 诶 这个 有些人说呢 这个 这个 第一季度 是从 以色列的血统 因为从海上来 甚至呢 生在以色列 所以 有人认为 这个 这个 是从以色列起来的 所以我们 这个是第二种说法了 第三种说法呢 有些人讲 虽然 它是从地中海 它可能是从 这个 欧盟 就是欧洲的国家 其中一个领袖 兴起是地基督 好 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下 第一项 谁认为 第一项 就是第一项 刚才我们讲的 第一项 就是 亚伯拉罕的 后裔 自己基督徒 撒旦魔鬼呢 要来 践踏我们 第二种的 说法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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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基督呢 是从 以色列 那边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 这个瘦 这个地基督 是从 欧盟的国家 欧洲的国家出来 好 大家你打上留言区 我要看看下大家的看法 如果你打上 一 二 还是三 那我要做一个统计一下 看大家 让我们大家做一个回应 好 我们继续看 当你在做回应的时候 我们继续看 所以我们看到 十二章讲到说 地上的人受苦了 受苦是因为 魔鬼撒旦被 急促 在地上了 所以十三界 耶和 就看到 这个异象 这个异象 就是两个兽会出现 所以 这个两个兽在 默认的时候 会有一个敌基督 会有一个假先知 然后呢 他会有无比的力量 来控制世人 所以十三章 就会讲到 很多的 受苦 很多的受苦 所以第一节到 第十节 就是讲到 这个海中的受起来 海中的受起来 就是这个敌基督 但是这个受呢 是 仿冒 基督的 就是他 他的目的的 是仿冒 基督 哇 那么多弟兄姐妹 说 这个敌基督 是从 欧洲的国家起来 为什么你们会说 从欧洲的国家 而不是从 以色列呢 也有一些人 都认为是 从以色列 敌基督 就是 因为最后的关头 就是犹太人 要全部归向神 所以才会 有些人认为 这个敌基督 是犹太人 因为为什么 跟圣殿重建有关 有这个犹太人 卡克人 又可以跟 回教师弟 有一些来往 然后他 太平息 他要求犹太人 他可能 他可能是犹太人 但是可能 他是从欧洲的犹太人 他可能不是当地的犹太人 但是无论何 感恩神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们也可以回应 好 我们继继继续看 十脚上有冠冕 十脚上有冠冕 这个意思是说 他是当权的 因为他要掌权 他可能是掌管十个国家 十也不一定是十个国家 十是预表一个完整 他可能 是掌管全世界的国家 因为他是低基督 所以他就起来 他有争钱 他可能是 有一些人说 他可能是 天主教的 教王 有些人说 他可能是 联合国的 其中的一个领袖 或者是 其中一个大国的领袖 也说不定 然后 气头上 有亵渎的名号 是表示了 他是反对神的 他是抵挡神的 好 暂停一下 好 抱歉 那我们就看到 这里说 他像豹 像豹的意思 豹跑很快 那么 就是说 他有权柄 然后 他起来反对神 他做事情 是很快速的 尤其是 这里是特别指 在 这个七年大灾难之间 这个敌基督 马上就掌管世界 有11号 没有11号 没有11号 只有123而已 那么 他就掌控全世界 所以他很快的 在七年里面 短短的期间 他就 掌管全世界 所以大家要了解 第一季度呢 无论他是从 欧洲国家来 或者是 从以色列犹太人都好 我比较认同 是第二跟第三 其中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这里形容 它是一个 a figure 就是形容一个个体来的 因为它是有 像豹 像熊的脚 熊的脚 因为我们知道 熊长得很高大 很壮 那种熊 就表示它很有力 没有人可以跟它抵抗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是人 人怎么样跟熊打仗 打不赢 因为熊很壮很大 又大致 然后呢 是无人可以抵挡它的 无人可以抵挡它 也有很多国家 欧洲国家 他们是用熊来做 他们国家的一个国号来的 然后呢 他说 他的口像狮子 他不是狮子 但是他的口像狮子 所以换句话说 他的牙齿呢 是很利的 他可以吞吃一切 他不喜欢 反对他的 因此呢 就表示说 这个敌基督起来 他是有政权 他是有兵力的 他有军权 谁是基督徒 他就会反对 他就会抵挡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兽呢 是从海中上来 这个兽呢 是有能力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的 这个龙大红龙 是撒旦魔鬼吗 然后圣经说呢 这个龙就给他 力量了 给他示力了 所以呢 因为龙要使用这个兽 因为如果撒旦魔鬼出现 我们一定会知道 是撒旦魔鬼吗 对不对 我们一定不会拜他吗 有谁要拜撒旦 没有人要拜 但是呢 撒旦就要找一个的 an instrument 就是找一个 可以被他利用的 是世界上能接受的 对不对 就要使用地基督 于是呢 将自己的能力 给了他 他就有能力 然后座位就给他 他也灵愿给座位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了 撒旦魔鬼 以前我们拜拜的时候 你要钱 他给你钱 你去买万字 你买万字 你就种了 你种的时候 他什么都可以给你的 没问题的 他只要一样 你要富有 你拜他 他就给你钱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以前 我们拜拜的时候 就是什么 求财啊 对不对 求平安啊 求各方面的 他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是呢 他只要一样东西 就是要你的命 所以撒旦魔鬼 就给地基督 这个能力 座位 全并都给他 所以撒旦魔鬼 给了地基督 地基督可以行神迹 如果是一个 政治的领袖 可以行神迹 全世界会不会敬仰 肯定敬仰 所以很快的 他就在七年里面 就得到人的拥护 所以这个兽出现的时候 他所行的神迹 叫很多人跟随 所以很多人就把他认为 他就是耶稣基督 弥撒亚来了 尤其是犹太人的 犹太人 以色列人就说 哇 这个是弥撒亚 因为弥撒亚来 一定可以行神迹的 有些人说 他是伊利亚 他是摩西 无论如何 撒旦魔给他这个地位了 使他在地上大有荣耀 然后地上的君王 百姓都听于他的 注意这个记 地上的君王 就是地上的任何的政府 都听从他 所以他才能够 最后才能够掌控 这个全世界的经济的命脉 粮食 所以他就还会有这个666的收益 只有透过他 你才可以进行买卖 所以他的全人统治的四方 不但他有政治的势力 而且他有邪灵的力量 因为他是撒旦给他的 但是这里讲说 他其中有一个头是受伤了 我在想 也许是之前那两位见证人 大家还记得吗 有些人说是以利亚跟摩西 无论如何 这两个见证人 就跟他打仗 打了他 给他重伤了 但是后来他得医治 所以很多人看到 哇 以利亚跟摩西 这两个见证人 跟他打 他打输了 很多人就相信基督了 但是后来他又复活 他又伤又好了 所以就很多人呢 就开始呢 不再相信基督了 认为第一基督才是真神 所以很多人就拥护他 认定他是全世界天下无敌的 所以第一基督 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想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会相信第一基督 因为呢 他行神迹 他行很多的奇迹 哇 好多的事情 他也能够搞顶 双方宗教的和平 就是犹太教 基督教跟回教 都可以太平 所以大家认为他是一个 Peace maker 他就是那个和平之君 所以有些人可能 之前认识圣经的 就以为说 这个是基督来了 基督要作王了 基督的和平 但是这些都是假冒的 所以大家不可以相信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大红龙 给他有权柄 他就从海上来 有没有 七个头 就像狮子的头 抱的身体 然后呢 有脚在他的 这个大概是这样 注意一下 后面还有一个兽 有没有 这个兽 后面的兽 好 那么第四节 又拜那龙 然后呢 因为 他将自己的钱兵给兽 也拜兽 说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 就是说 世界上的人 就开始拜 基督也拜 这个大红龙 那这个大红龙 为什么会拜 是因为呢 这个的敌基督 告诉他们 你们看 我这么有能力 是因为这个大红龙 给我的 所以大家就开始拜 这个敌基督 也拜这个红龙 然后呢 这里说 可以任意行 42个月 兽就开口 向神说 谢顿的话 谢顿的名 并他的 张目 以及那些 住在天上的 住在天上的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是这个兽呢 他受伤了之后 可能他就跟 两个建签的打仗 受伤了 但是 他有死吗 他没死 问题是 没死 然后这两个建签就死了吗 因为 就给这个 大红龙杀死了吗 所以呢 这里就是我们讲了 基督是冒伤耶稣 因为耶稣曾经死了 被定时之下死了 又复活吗 所以呢 很多人就说迷惑 说 哦 你看他就是基督 你看他受伤了 他又复活了 所以全世界的人 都会很好奇 这个迪基督呢 这个迪基督 这个兽呢 起来哦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拜他 拜他到之后呢 他的势力就稳固 全世界的人 就在这个 七年大灾难的 后三年半哦 就很多人拜他 很多人拜他 然后呢 他 呃 我们福建人讲什么 就是 他看到很多人都拜他了 因为撒旦魔鬼 大家记得哦 撒旦魔鬼 什么都可以给你 他只要 只有一样 他要求 这是他要求你 拜他 所以你看 撒旦魔鬼 试探耶稣的时候 耶稣你要吃 吃没关系 你要全世界 我都可以给你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因为全世界 是握在我手中 但是我要求一样 只要你拜我 所以弟兄姐妹 撒旦魔鬼 就是你 他只有两个事情 第一 他就是 不要你去拜上帝 不要你去拜耶稣 所以 只要他拦阻你去教会 拦阻你去小祖 拦阻你上尘导 拦阻你不好爱神 那肯定是撒旦的工作 第二 除了只要他得逞 不要让你敬拜耶稣 他就可以让你敬拜他 当然他不会 站在你面前 要你拜他 你看到他 你肯定不拜他 他把自己化妆成为 敌基督 假基督 敌基督的意思 就是假基督 他把自己化妆成为金钱 他把自己化妆成为 你所要的东西 好像你要名 要利 有些蓝色要拟人 要美满的婚姻 他全部都会给你 但是他只要你拜他 这个就是撒旦摩根的工作 所以当你拜他的时候 他就会开口说 亵渎的话 你们看 先不能拜我 主耶稣你看 你输了 全部人都拜我 不再拜你了 因为那个时候 在众被提 在前被提的人 可能都被提到天上了吗 很多的学者相信 然后他就告诉耶稣 你看 这些人都拜我 我就是世界的王 所以这里才讲 他说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他就向天上的神 亵渎 耶稣基督没有用 耶稣基督是失败者 我才是得胜者 所以地基督就是这样的 地基督 又任凭 他向生徒征战 这个生徒等下我们探讨 是哪一群的生徒 然后并且得胜 然后把全病赐给他 自负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凡住在地上的名字 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 生命车上的人都要拜他 大家还记得之前前几张 上帝主旨 那个 七个印的 然后上帝就说 不可以去伤害 那些额上有神的记号的 对不对 好我们看 这里第九节说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掳猎人的必备掳猎 用刀杀的必备刀杀 把圣徒忍耐的信心就在这 所以这个兽 这个敌基督 他就避害圣徒 然后就征服了其他的国家 换句话说 会有一个全世界的打仗 打仗 所以他就打赢了 他就打赢了 他就同意全世界 这种姐妹 其实 其实呢 怎么样讲 现在的世界 经济 每个国家都受到经济的困乱 还有食物的短切 如果大家想 我们把圣经的东西暂时放一遍 你再想 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是经济稳定 对不对 你要是什么 有东西吃咯 就尤其是像我们现在马来西亚 大家都希望政治稳定 大家就希望说 有东西吃 你可以赚钱 我可以赚钱 你happy 我happy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一个全世界 联合的政府 我们现在国家是联合政府 全世界的国家都联合起来 大家好好 你只用一个passport而已 你全世界都可以去 你只要有一个联合国passport 全世界都可以去 你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做生意 全世界的人都有番吃 弟兄姐妹 如果有这样的领袖起来 你认为 你会相信他吗 你会拥护他吗 肯定你会拥护他 因为每个世界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概念的 我们都认为 这个人是一技棒的 全世界应该这样 不分互设 不分什么亚洲 欧洲 全世界都联合起来 敌基督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会来一个无限款 Casler Society 他就会来到一个的经济 全部他掌控 所以这个圣徒 可能是指那种 赚钱被提的学者 他们认为 地上已经不再有信徒了 其他信徒 之前信耶稣的 已经被提了 所以因为他们以前 还有一些留下来的 因为基督徒被提的时候 还有一群留下来的 不爱主的弟兄姐妹 不爱主的基督徒 被留下来不被提 但是后来 大灾难的时候 他们看到 圣经是证实的 他们就很热心的 然后他们可能也带领了一些人 信主 所以这群人 他们要跟 抵基督 抵当 他们可能要做买卖 没有这个666 他们就要逃了 所以才有很多的 现在流行 逃成 要逃去个地方 等等 这是为了这个时期 而预备的 所以当时的圣徒 就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的考验 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个就是地基督 起来 所以地基督 然后我们再看 十一节说 又看见 另外有一个兽 从哪里起来 从地上起来 一个兽是从海 现在是从地 地起来 有些人讲 这个地就是表示 它主要的目的 是要来迷惑地上的人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兽是怎么的兽 它有两个脚 它的脚就好像羊羔 它不是羊羔 但是它的脚像羊羔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画家 画撒旦魔鬼头上有脚 这是从这里来的 然后它是脚 然后它说 它说话像龙 它说话像龙 很凶的 所以它表面上像羊羔 但是讲话又像龙 这个是怎么样 看起来它好像属于耶稣的羊羔 但是它又属于撒旦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是什么 然后它的头 它在头一个兽的面前 是行头一个兽所有的全病 第一个兽是从海上起来 那个是地基督 然后这个兽 它又形向地基督所有的全病 而且并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 刚才我讲的 它是从地 所以从地和地上的人都拜 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所以这个兽就告诉人 你看那个地基督 它不是地基督来的 它是基督 你看它死了又复活 然后十三节的时候 它又行大奇迹 并且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上 所以很多人说 哇 它是以利亚 它是耶稣 你看它可以叫火降下来 行神迹 然后它硬赐给他全病 在兽面前连行奇迹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所以这个假限制 它可以行很多神迹 然后它就迷惑地上的人 然后就给那兽 刀上还活着的兽 做了一个像 所以它就做了一个像 所以弟兄姐妹 你注意撒旦猛鬼 它最后最后的议程 他要全世界人都敬拜他 所以他做了一个像 然后就有钱并赐给他 然后叫这个兽 哇 这个兽 就活起来 你可以想象 你拜拜一个偶像 然后忽然间这个偶像会活起来 哇 大家就说 哇 这个肯定是神来的 你看是神 所以撒旦魔鬼在最后 就是要人去拜他 行很多神迹 各方面等等 所以 但是呢 还是会有人不拜他 因为有一些人 相信了耶稣基督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圣徒 所以他们不拜 这些兽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假先知 他的目的就一直要人拜他 所以就有一种宗教势力 也有人讲他是教王 因为现在有流行一种的运动 世界五大宗教合一 世界五大宗教就和平 大家和平共出 你不打我 我不打你 到最后末的时候就会这样了 然后基督徒开始妥协啊 等等 好 好 我们继续看十六节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 这是小朋友啊 承认了 无论有钱没有钱 自主的 围如的 都在右手 或是额上 然后打一个印记 OK 除了那个印记之外呢 这个印记有寿的名 或有寿的数字 都不得做买卖啊 这是说呢 如果你没有打上666的话 你就不可以做买卖 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象啊 我们马来西亚啦 如果假设说有一天 马来西亚的 我们的政府 或者全世界的政府讲 现在我们不用现款呢 我们不用现款啊 就好像可能你去国内 比较少用现款啊 就是用扫描嘛 这个是用他的卫星来扫书阿玛 来付钱的 所以像现在我们也有电子钱包啊 对等等 假设说有一天 我们的地上的政府讲 不要再用现款了 现款不好 现款不见掉 现款会烧掉 不好 我们现在执行 大家只用电子钱包 大家会不会用啊 可能也会用电子钱包 扫描买东西很方便啊 奉献都很方便 然后到最后讲 电子钱包不流行了 现在我们电子钱包 手机也还不见 我们好不好 把这个扫描器 放在我们的头上 放在我们手上 你到哪里 不用靠 没有钱 你扫一扫 你就快买东西 你觉得有些人会相信吗 我相信 每一个人 当时的人都会接受 你不接受的话 你没有东西买 你不接受的话 你不可以做买卖 你不可以做生意 所以呢 到最后呢 全世界的幕后的时候 这些人就会打上收益 你为了要做买卖吗 对不对 因为挣钱 全世界 因为你要知道啊 当时没有国家了啊 全世界只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统一的国家 然后 每个人只有一种货币 而这个货币就是666 所以你去supermarket 你去大卖场 买东西的话 你买了东西 你走到柜台 你的头看一下 扫描一下 现在有很多人上飞机 好像你上亚洲航空什么 它有脸的识别吗 它会scan你的脸 所以你的脸笑一笑 笑一笑 你就过关了 你要上巴士车 你要上公交 你要上火车 你要上飞机 走过少一秒 扫一下 你就可以上了 甚至呢 你也不需要有护照 你要做买卖 经济各方面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季度的一种情况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徒 我们现在真的要好好爱主 要不然有一天 这个大灾难来 最可怜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他们还小 他们不晓得 所以弟兄姐妹 小孩子一定要从小 让他们敬畏神 要不然 他们可能也不能够被提 所以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你有好好爱主 但是你很少关心你的孩子 很多教会的爸爸妈妈来教会 但是孩子没有去教会 你们就随他 哎呀 我的孩子不牧师 我孩子不会来教会 我很难控制他们 我不懂 我不懂要怎么样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这样 到时你会很后悔 因为你被提 你的孩子没有被提 怎么办 你到时你没有办法 再下来 再把他们带上去 没有办法了 他们继续要经过 地上的这种受苦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 来抓紧这个时期 这样的信息 很少教会 默认的信息 很少牧者在教会讲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 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的的的确切 起司路就是这么讲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 小心来注意 好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一起来 谢谢大家